很高兴再见到你们 这课程叫消灭课时 现在是第二课 我们在上一课完结前提到的新闻 提出了一个问题 现在继续讲好吗 保罗所提到的软弱就是这课时 他对哥林多教会怎么说呢 让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在二十八至三十节 他说你们吃这饼喝这杯之前 应该先省察自己 如果你们吃这饼喝这杯 却没有尊重基督的身体 其他译本说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你们就是在吃喝神对你们的审判了 保罗是在对哥林多教会说 明白吗 然后他说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中间许多人软弱患病 甚至死亡的原因 我在上一课说 这是个很严厉的课题 有时候我们会避而不谈这个课题 但却是不应该的 我觉得保罗这几句话 记录在圣经是有理由的 记录在新约也是有理由的 首先我认为 他只针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特定行为 有些人认为这话 只是谈到某些特定行为的后果 换句话说 这里说的不只是吃饼 与喝葡萄汁的问题 是有更深层的意义 我们一切行为背后的动机 让我们明辨这属灵课时 我想再提到上一课所提到的软弱这词 我不读这词 希腊文 因为我不想在那些说希腊文的人面前 献丑 它意味着失去能力 无能 缺乏能力 等等 当你听到这经文时 你会想象自己这样做 就会导致神的审判吗 让我先打个比方 假如你是个医生 你发现病人有个小肿瘤 但你不希望告诉他坏消息 不想破坏他的心情 原本医生应该对病人说 你有个小肿瘤 我们可以很简单地把它切除 但医生却说 你很棒 你没什么问题 好好地跟太太孩子生活吧 你要继续健康地生活 这样的 过了两年后会如何 这病人会因这小肿瘤变大 无法做手术而死去 这医生避免告诉病人坏消息 是否就表现出真爱 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说的 也是一样 他在这里说了 导致软弱的原因 我们要记得课时 可以抵消超人的能力 保罗在这里说明了 什么抵消了整个教会的能力 明白吗 再看看大卫 让我们把我们要讨论的课题 先告诉大家 课题就是已知的罪 他们只是局限在谈手煮餐 喝葡萄汁 我们要讨论的是已知的罪 我们会用这课和下一课去讨论 大卫也试过不为自己的罪悔改 他在诗篇32篇说 我的力量如同剩下的水蒸发 注意他说 我失去力量 信息版一本说 我生命的枝僵干苦 因为我不认清我的罪 关于不顺服 大卫在诗篇31篇10节说 罪恶耗尽了我的力量 克什对超人有什么影响 他耗尽超人的能力 对吗 因此 我想做出一个警告 你们必须听清楚我下一句话 好吗 保罗没有说 这是导致你们任何软弱患病 或死亡的原因 他为何没这样写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 是会面对攻击 换句话说 人们会生病 也有人会死亡 就算他们有力量 也会经历种种挣扎 却不因为罪 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 并且有攻击的世界 你明白吗 你记得门徒问耶稣 是谁犯了罪 是这人呢 是他父母呢 耶稣如何回应 他马上 赞钉截铁地 打断了门徒的恐怖思想 他说 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 显出神的座位来 但是在另一次 记得有个病了38年的人 在壁士大池 被耶稣医治了 耶稣之后对他说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这就是另外一面 是罪带来的后果 你们现在明白吗 我记得当我还是 年轻信徒时 是在80年代初 那时候 有个挺恐怖的 教导流行者 说如果有人的生命 有问题 健康有问题 就代表他们有罪 是在他们生命里面 有着明显的罪 我告诉你们 这信息真的伤透神的心 神会为此愤怒 虽然这信息出现后 被一些好目者 与好信息淘汰 但却还偶尔听到 我要肯定你们明白 保罗没有说 这是软弱患病的原因 但仍然有些情况 耶稣会说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保罗在这教会 正面对相同情况 换句话说 这教会 因他们的行为 承受后果 这也正是 我们要面对的 我真的想说 我们缺乏真正的爱心 让我们回到 那个医生的例子 那个医生 真的关心他的病人吗 理解自己不说实话 会夺取他病人的生命吗 他没有 这就是缺乏爱 以保罗为例子 他爱着哥林多教会 他深爱着教会 在哥林多后书 二章四节 保罗说 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 多多的流泪 写信给你们 不是叫你们忧愁 乃是叫你们知道 我格外的疼爱你们 他写信给他们说 你们被神审判 是有原因的 是因为他深爱他们吗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神深爱着他们 当听见审判这次 就会不禁想起地狱 火与硫磺 审判是个决定 神决定要做一些事情 来挽回他们 你们理解吗 保罗对着哥林多教会说 我也甘心乐意 为你们的灵魂 废财废力 难道我越发爱你们 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 保罗想表达 我这么爱你们 才对你们说实话 你们认为我不爱你们吗 你们不单不爱我 甚至迁怒于我 你们宁愿有人来奉承你们 你们明白吗 我记得有个时候 我是全教会里 最友善 最有爱心的弟兄 那时是八十年代中期 我在一家有八千人的教会服侍 我们的服侍团队有三百人 曾经有个时期 增加到四百五十人 我从小道消息听到 别人称赞 我是教会里最有爱的人 我对这称赞非常向往 有一天 当我在祷告时 圣灵对我说 别人说你是全教会里 最友善 最有爱心的弟兄 对吗 我回答说 是的 他们是这样说 不过当圣灵这样问的时候 其实并非好 虽然他的目的是好的 但我说 是的 他们是这样说的时候 他说 你其实不爱他们 我说 是吗 他说 约翰 你对人们说好听的话 就算那不是真的 对吗 我问 为何我要这么做 他说 因为你怕他们拒绝你 他问 谁是你的爱的焦点 就是你自己 我无言以对 圣灵说 如果你真的爱人 你会告诉他们真相 让他们的生命可以改变 这就是保罗所做的 然后 我又去到另外一个极端 我变得非常严厉 记得在2001年 一个欧洲特会上 我被评为 只懂分享责骂人的信息 但他们并没有说错 我在另外三个大洲 都听到这反馈 这负面评价 让我原来有的一些教会邀请 也被取消了 这状况 让我从未如此恳切地祷告过 我求神让他的怜悯充满我 五年后 我回到在2001年出世的那家教会 那里的牧者说 约翰 你的信息没有改变 只是我看到你的话 永留着怜悯 另外 当我想写这本书时 我有六七次想停下来 不写这本书 因为这信息太严厉了 圣灵却在每次我停下来时 他都说 不 而且要说的都是我的经历 所以 我对神说 这信息很严厉 当我从中领略到什么 如果我真的爱人 我就要说实话 这就是保罗对这教会所做的 让我们回到他的话 你们吃着病 喝着杯之前 应该先醒察自己 如果你们吃着病 喝着杯 却没有尊重基督的身体 你们就是在吃喝 神对你们的审判了 这就是为什么 你们中间许多人 软弱患病 甚至死亡的原因 如果保罗说 是你们中间有些人 就较容易听进去 但为何保罗说 你们中间许多人 我们得理解 保罗并不是对一些人说 却是对整个基督的神体说的 是对着全哥林多教会说的 要明白他这句话 我们翻到第十章 如果你翻开第十章 就看见保罗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些事情的发生 他在对以色列人说 却是对我们一个见解 这些话是要告诫 身处于末世的我们 因此 保罗在第十章所写的 不是要给我们上一课历史课 他是举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这第十章是写给他们所有人的 所有跟随圣灵的人 他们从象征世界的埃及 被拯救出来 他们都受了洗 他们全都吃过一样的灵粮 喝过一样的灵水 这些话都强调着他们全体 换句话说 保罗看他们为一体 你理解吗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 我们虽然人多 但所有人都吃同一个饼 他现在在说守圣餐 对吗 让我解释一下 我们现在守的圣餐 跟他们那时是有区别的 我们现在的圣餐是个仪式 当时的圣餐是一顿饭 现在我们吃同一个饼 表示我们是一体 是想想 以色列人不都联合在祭坛前 吃祭物吗 因此在第十和十一章 强调的是 要成为一体 你明白吗 从宏观来看 当时的教会 没有分别主的身体 我现在读给你们听 因着他们一些人的行为 他们自己承受患病软弱 甚至死亡的后果 还是在哥林多教会 作为基督的一个整体 承受这后果呢 这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希望你们留心听 为了说明这答案 保罗在说摩西 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 我们现在先回顾 约束亚的时代 让我们再翻开 约束亚记 你或你认识的人 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丽莎·比维尔 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 无偿下载的 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 挑选你需要的 电子书 讲到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等等 现在就上云端资源库 cloudlibrary.org 当以色列人 过约旦河时 他们第一个攻击的是 伊利哥城 那城是个很大的城市 以色列的探子 曾回来说 我们不能攻进去 那里的人像个巨人 我们却像诈猛 这城是个巨大 且高度设防的城市 不过 他们最后进攻 并毁灭那城 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他们彻底毁灭那城 对吗 但请注意一点 在他们去伊利哥前 神有命令 有话语给他们 神说 伊利哥城和城里的一切 都必须彻底消灭 献给主为祭 那些分别出来要毁灭的东西 你们不可拿取任何一件 所有的金银铜铁制品 都是献给主的圣物 都要送进他的库房 神下了这命令 伊利哥城是我出俗的果子 所有有价值的 都要送进主的库房 于是 以色列人毁灭了伊利哥 没有人因此而受伤或伤亡 然后 他们去了爱城 对吗 他们去爱城前 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耶稣亚记七章一节说 以色列人违背了把物品分别出来献给主的指示 一个叫雅干的人 投了一些当献的物品 神就对以色列人大发雷霆 你是否有注意到 这里没有说雅干 而是说以色列人违背了主的指示 你会看到 神不单向雅干 而是向全以色列发怒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一体 当我一拳打过来 你不会只向我的拳头发怒 而是向我发怒 对吗 你会对我发怒 对吗 对吗 我们是一体 我们要记住这一点 我们是不同个体 单在主里是一体 就如你请人帮你按摩头部一样 你整个身体都会觉得畅快 觉得很爽 对吗 如果你的手指受伤 你整个人都感到痛楚 你呼吸道受感染 整个人也受影响 对吗 因此 神不是对雅干义人说 而是对以色列人说 现在他们去爱城 他们说 爱城是个小城 让我们派三千名暂时出去 这记载在约书亚纪七章三至四节 上去攻打爱城 两三千人就够了 哪里的人那么少 然后在约书亚纪七章四至五节说 他们被大大的击败 爱城人从城门口追杀以色列人 一直追到采石场 杀死了大约三十六个 从山坡上退下来的人 你认为为何会惨败 以色列被一个小城狠狠地打败 他们派六十万战士攻打耶利哥城 没有人员伤亡 但他们派三千人去攻打一个小城 却被打败 并且死了三十六人 你注意到因这战事 有三十六个妻子失去了丈夫吗 你意识到因这战事 有三十六对父母失去了儿子对吗 因此要举办三十六场上吏 你明白当时的情况吗 因此以色列人开始对约书亚发怒 那些领袖说 神啊 你为何撇弃我们 现在一般人的反应会如何呢 我会向神发怒 你是否见过基督徒向神发怒 注意 你不应该 也不要向神发怒 如果有问题发生 那并非出自神 神不是问题所在 但是他们全都很愤怒 认为神撇弃他们 看哪 我们应该待在旷野 现在却吃亏了 神叫约士雅起来 你为什么这样伏伏在地上呢 以色列人犯了罪 神没有说雅干犯罪 也没说某个以色列人犯罪 却说以色列人犯罪 因为他们是一体的 明白吗 于是 神开始在以色列人中挑出犯罪的人 当雅干被挑出来时 看他怎么说 没错 是我得罪了主以色列的神 我在战略品当中 看见一件美丽的巴比伦外袍 两百个银币和一条约中半公斤的金条 很想把他们据为己有 便拿去了 雅干明显违背神 他特意犯罪 以色列人落在客室里 他们曾经在耶利哥城所向无敌 因着属灵的客室 他们被一个小城狠狠地打败 让人惊讶的是不止雅干一人承受后果 而是整个民族 让我们回去看保罗的话 我们翻开格林多前书十一章 这里说什么 因为你们中间 有些人只顾着自己大吃大喝 却不跟其他人分享 保罗现在谈到主餐 结果有些人鸡肠碌碌 有些人则鸣钉大醉 有试经书说 那些有钱人可以找到一些 结果他们吃了所有食物 剩下一些零碎食物给穷人 请记得当时的主餐不像我们今天 并不是一个仪式 因他们不听神的吩咐 所以得罪了神 对吗 他们贪婪且大吃大喝 你明白吗 然后保罗继续说 注意他说 你们中间有些人 我们再往下看 如果你们吃这饼 喝这杯 却没有尊重基督的身体 你理解保罗说 没有分别主的身体的意思吗 他在谈论基督的身体 并非在谈论圣餐的饼 他在谈身体 那就是以色列 明白吗 你们就是在吃喝神 对你们的审判了 这就是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 你们中间许多人软弱患病 甚至死亡的原因 让我读出一部权威的诗经书 新约注释的话 我们不应假定患病和死亡 只是因罪带来的 就像大多数从审判来的瘟疫 都会临到整个群体 不论是否所有人都犯罪 你明白吗 因此 你有没有想过 为何在教会里 有那么多单亲妈妈 为何教会里的弟兄姊妹 往往早死 为何他们的疾病 没有得医治 在使徒行传的时代 那些躺在路上的人 可以得医治 来吧 让我们面对现实 你知道吗 我已经差不多六十岁了 对于人们不面对现实 我真的受够了 我很爱别人 喜欢看见他们得自由 我希望看见教会 可以影响社会 我问的问题 都是我们遇过 但难于其耻的 我不想在这课题上挣扎 我祷告 愿圣灵亲自告诉你 我在说什么 愿你明白 我们不是在指责谁 而是尝试找出答案 我们希望找到答案 因为真的不想看到 刻实在教会出现 在今天基督的身体 有没有可能因一些人 所犯的罪 让其他人受影响 让我举另一个保罗 谈到的发生在 同一个教会的例子 有一个人 他明显犯了罪 他与他的继母睡在一起 他仍然说 我是个基督徒 我属于耶稣 但保罗对这教会 是有责任的 在下面的十三节里 我会读出其中四节 在哥林多前书五章 保罗说 你们应该把这人 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你们必须把那人赶走 你们要除掉旧教 把这个邪恶的人 从你们中间赶走 你们必须把你们中间 邪恶的人赶出去 保罗在这四节都说 要把他赶走 为什么 因为他活在 自一的罪中 他知道这是罪 不过他仍然宣称 自己是信徒 所以保罗才说 等一下 别跟这些人一起吃饭 他说 把这人赶走 甚至别跟他一起吃饭 但那些时尚的 还在世界里的 该怎么办 保罗说 你们该跟他们吃饭 我们应该去他们的家 与他们一起吃中午饭 与他们一起打球 去接触他们 保罗谈到一个 宣称是基督徒的人 但他恣意违背神 保罗如何形容他 他就像教一样 教是什么 把教投进面团里 整团面就会膨胀起来 因此保罗说 如果你们容让这客时 这恣意的罪 明显的罪 它的影响 就会在整个群体中扩散 你们现在应该明白 为何这么多人受影响 就是因为客时 影响着整个群体 我更发现 有些人会说 请等一等 你说我的生命 会受别人的行动所影响吗 我不太认同 让我们看看 所罗门的时代 圣经说 那时代没有一个穷人 家家户户 都有自己的房屋和院子 没人需要租回来 他们富足 而且健康 对吗 那是所罗门的时代 在以利亚的时代 又如何 以利亚跟所罗门时代的人 一样尽钱 但以利亚要吃 从乌鸦带来的食物 要喝汐里的水 为什么 这非因她的罪 却是因为亚哈 因为以色列人 对吗 因为他们拜偶像 这明显的罪 以利亚并不像 所罗门时代的人 过得那么好 过得那么安舒 但让我们 从另一个正面思维去想 让我们带来改变 为何我带出这题目 让我举个例子 让你明白 你曾经认识一个女生 她非常漂亮 是有许多粉丝的那一类 她经常向男生抛媚眼 然后她结了婚 并有了宝宝 那时你发觉 她不再随便向人抛媚眼 为什么 因为她发现 自己要向宝宝负责 她要向她丈夫负责 我不能那么随便了 我的行为 会影响我的丈夫和宝宝的 我们在教会里 为什么不能 像这女生一样 我们为何不能 扩宽自己的思维 以身为基督的身体来想 我明显的罪 是否会影响别人 我们为何不可先去改变 你们明白吗 你知道吗 我认识了一个朋友 他不仅在 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 服役了20年 他并且是个教官 这突击队的成员 都很厉害 他们很团结 有次我问这个朋友 你是如何让一队18个男生 团结地像我们所看到的 海豹突击队 你知道他首先对我说什么吗 他说 在队里 自己的重要性 是最不重要的 我惊叹后 他再说 我们会先去照顾队里的 其他17个队员 约翰 请试想一下 如果你只照顾自己 就是只有一人照顾你 但如果每个人都照顾别人 就同时有17个人来照顾你 他开始说他的心声 如果教会以这模式运作的话 我们会停止 只顾自己的好处 并开始思考 自己的行为 是否会影响社区里的其他人 与教会里的其他肢体 我们要带来改变 对吗 让我们消灭属灵的客室 当然 你不一定被你自己的罪直接影响 但你要知道 我们是一个身体 如果我的手犯罪 我整个身体都得承担后果 如果我的手偷了东西 我整个身体都得坐牢 人们不会说 我要把你的手砍下来 把它关起来 因为其他身体不会没犯罪 我们是一个身体 是在基督里的一个身体 耶稣是我们的元首 我们是他的身体 我明白 这课题很严肃 对吗 但要知道 我相信圣灵想我们成长 别像那不负责任的女生 让我们像个妈妈一样 为她自己的家庭 和家人负上责任 好吗 我们在下一课 继续谈这课题 好bro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